家伙们先把那个帐再给他点一下 怎么跟你们说呢 这样子啊 家伙们 我再跟你们说一下嘛 我跟王飞哥是已经分手了 家伙们 我跟王飞哥是已经分手了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就是王飞哥 就是你们汉族过年的那个时候 就是王飞哥带我去他家里面玩了 然后带我去他家里面过年了 后面就 我去他家里面看了一下 我觉得我跟王飞哥在哪里往哪里看 我们两个都觉得 我自己觉得不怎么合适 所以我就提了分手就回了我老家 是这样子的 家伙们 分手是因为 很多人都在问我为什么会分手什么的 因为我 因为我觉得我跟王飞哥是真的不合适 就是不合适 你们你们不要打什么 什么我为了什么什么 不合适 不是我们两个人的话 不是说你不是你们说合适 然后我大家都觉得合适啊 那些就真的合适 那些就真的合适 对于我这种就是情况 然后出生的环境也好 什么也好 都跟王飞哥不太就不太适合嘛 分手没有什么理由 没有什么理由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跟王飞哥真的不适合 就感觉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也不是说王飞家里面的人为难我啊 什么对我不好什么的 也没有这种事情 而且我以为 现在都过去那么久了 都快一两个月了吧 家们都那么久了 我以为你们该忘的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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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罪人 王飞 王飞对你那么好 我知道王飞哥对我好 我知道这些这些我都知道 花人家那么多钱 不是家们 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是你们就不要劝那你们现在希望是我跟王飞哥在一起吗都该说的我都说了的吗家们该说的为什么不在一起呢是真的觉得不合适啊 是真的觉得我们两个是真的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感觉一个天一个地的根本就没法在一起 我是这么觉得 我是这么觉得那那你们是怎么看到家们 那你们是怎么看到家们 那你们应该也要跟阿美一样就跟我的想法一样啊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那你们是 那你们现在是不是支持王飞哥家们 你们 你们现在是不是指就指认王飞哥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 是的打个视我看一下 就指 指认王飞哥是吧 那你们 那你们支持我看我 在我直播间 都不是为了阿美 都不是想我 都都是为了王飞哥呀 都是只想看王飞哥是不是 不应该呀 那我既然 既然我都说了 我跟王飞哥已经就是分手了 那肯定是 嗯 不会在一起了的嘛 这样都分开那么久了 而且 而且我跟王飞哥都分开那么久了 怎么可能还 怎么可能王飞哥也 还就是我们已经那样子了 什么对支持两个人 在一起 意思是你们 你们只想让我 你们只想看我跟王飞哥在一起 对不对 我一个王飞哥分手 你们都 你们都 你们都不想我了 是不是 嗯 啊 那 那家们是这样子的 王飞生病了 不要 王飞没同意分手 分手的话没有 哪有什么没同意的 对不对 我跟王飞哥在一起的话 我这边觉得 呃 我这边觉得 就我们两个 不在一起了嘛 一方 就我 不跟王飞哥在一起的话 王飞哥同意 或者是没有同意 我们两个都是分开了的呀 对不对 而不是两个都要同意 才能分开 是不是 是不想你 人家没放弃你 我都说分手了 你们还在劝我们两个在一起 那你们 那家们你们的意思是 劝我跟王飞哥 我是这样子的家们 我觉得我跟王飞哥的话 既然已经分手了 你们也不需要 就劝我也好 为了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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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太虚了家们 烟太虚了 什么王飞哥没有答应 我这边已经 我这边已经 就跟王飞哥说了 以后的话你们也不用劝我了 家们 时间现在都那么久了 我们也 以后也 就不要再 不要再王飞哥面前提我了 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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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 你是什么人啊 你们就是如果说 我外公都在我旁边 我不想说 就太多跟我 跟王菲哥不好的事情 你们就 外面风太大了 在一起 我 我 我们 我们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家门 然后现在王菲哥 之前也来找过我 真的家门 你们有没有看到的 知不知道的家门 我看一下 之前王菲哥也来找过我 但是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就跟他说 说了的 就以后不要来找我什么的 我不希望 我真的我不希望 我就断了 我就断了 就分了就分了 没必要 如果说要复合什么的话 就没 没必要去分这些 没有可能 给他 你要复合什么 就算了 就算了 那边 我也不行 我觉得 我不想做 你 就算了 就算了 天 我们 这边 你 确定 爹 在处 王菲太可怜了 连王菲 王菲哥在直播间吗 这个人是王菲哥 这头像怎么跟王菲哥一样啊 这个人 这是王菲哥是吧 是不是家门 连王菲 连王菲 王菲哥你不用在我直播间 都让我连是吗 那家门你们觉得我们连了要说什么呢 我们现在有什么好说的呀 连王菲 家门是这样子的 你们让我连王菲哥 那肯定是跟王菲哥说几句话 对不对 我可以 我可以不连王菲哥 我可以就这样子直接跟他说 不需要连 王菲哥这样子 你在我直播间的话 我看一下你也就是升起了好多次连麦 我不会连你那么想听就那么想跟我说话那我可以跟你说你好好听着 我已经说好跟你分手了 真的像之前一样拿点东西过来找我什么的 你的东西我 我会扔我会扔 你不要来 你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找我 你好好在你们那边 该忙的 你去忙你该忙的就行了 有工作去忙你工作上的事情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每天都没事干 跑来跑去的 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呢 对不对 如果说是我喜 这样子 如果说是我喜欢你 那你来找我也可以 对不对 我现在不喜欢你了呀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 都要跟你分手了 你最好是真的 以后都不要来看我了 不要来找我了 什么家人说的复合什么的 你也不用去听 你就你就当 你不用你不用连慢 你不用申请了 我不会连你的 我要是连 我要是连你的话 我早就连了 对不对 我只能说我现在不喜欢你了 行不行 不要每天都没事干一样 来来我们这个 这里来找我什么的 不用来找我就行了 你也可以不用在我直播间了 我说的话你不想听 你就不用在我直播间了 王飞哥 你之前对我的好确实是 你对我的好 我确实 我这辈子都记在心里 但是呢 你这个坏女人 坏那是我的事 阿美你难道不爱王飞吗 我 你们说之前 那以前 家人们是这样子的 以前是以前的事 现在是现在 不是以前了 对不对 家人们 现在我跟王飞哥 是什么情况呢 还钱 把17万还了 王飞 你们放心 家人们 这个我肯定会还的 等我妈妈回来了 我肯定会退给王飞哥了 该退的 我一分不胜 我会退的 你们放心 我再结个婚 我照样能退 这个我以后 慢慢会退的 家们 我妈妈回来 我就退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退钱 把钱拿出来 我肯定会拿出来的 家们 还有王飞哥 你对我的那些 我以后有能力的 绝对会 还你 还有家人们 就是什么 什么 什么 太傻 什么 都不要关注你 无情无瘾 你们 你们骂的 至于你们怎么看我呢 那 那没事 反正我的话 我觉得 就是 我跟王飞哥的话 没必要去说 再多的话 坏女人 没事 我能理解 你们 你们怎么说我 怎么 就怎么觉得 我无情啊 什么都可以 因为我理解你们 我 我也知道 我能理解 你们这么看我 被女人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 我这样子你们能理解 然后 然后 能 就 以后还是 愿意做我家人啊 什么的也好 如果不愿意啊 不理解的 也没办法 因为只能这样子了 家门 怎么办呢 不愿意啊 不愿意啊 吃光 吃光也没事家们 你们吃光就吃光吧 谁做你家人 这不是伤谁 这不是故意说给谁听的 这真的是我的想法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们愿意 就继续跟我 做朋友也好 做家人也好 做什么都可以 愿意的 我们 一直都是 不愿意的也没办法 你嫁给我 又不是嫁给他妈妈 我刚刚说的王菲克你应该听到了吧 现在不想看以后也不要想看就不看就行了 眼不见心不烦吗对不对 不看就行了 我对王菲克说的话我不是都说了吗 家人们还要连王菲克要说什么呢 还要说什么呢 还想让我说什么呀 他让粉丝失望了 你想跟那个老师在一起是吧 反正我现在是不可能会跟王菲克在一起了 但是你们刚刚说的还钱什么还什么都可以 我都会黄的 我都会黄的 这些我都会黄的 以前没有退 我会退的家人们 我会慢慢退的 你们不用担心 该黄的我会慢慢黄的 不是这样做人的 那我我就是这样子的家人 我就是这样子的 我没办法 我只能这样我也就这样子了 王菲克也走了 好了现在 现在走了 我上王菲的心 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们 取关 大家都取关 取关就取关了 没事 我没有说让你们关注我是不是 我很想说我这些 我现在说的这些话吗 不是一次机会 不是说我怎么怎么样 你们到底明不明白 你们就说我没有良心好了 家人们 就说我们 就说我没有良心就行了 不用说什么 给王菲一次机会 不是说王菲哥做 不是说王菲哥 哪里做的不好了 真的 王菲哥做的很好 他也没有哪里 不是说王菲哥做的不好了 就说王菲哥做的不好了 哪里都得了 在那里 能不能讲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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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